达到目的之后 赵明相也不多了 挂了电话 又给城关实验小学校长办公室 拨了个电话 接通之后 赵明相清了一下嗓子 语气冷淡的道 是城关实验小学许校长吗 我是县委林书记的秘书 赵明相啊 当了这么久的秘书 赵明相显然知道 什么时候该打关枪 什么时候不该打关枪 这是必修的一门学问 如果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些事 他这秘书也就不用当了 电话那头 许校长文言大吃了一惊 忙站起来胡移着道 赵明 你好你好 我是许敏深 请问赵明有什么吩咐 我定当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你们学校在今天经过集体研究讨论 让四年级一般的赫连朗轩小朋友退学了 我想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始末 据我所知 赫连小朋友是个挺闲静的小女孩 怎么会耗勇斗狠 欺负弱小呢 当然 我也只是提个意见 具体的 还会尊重学校的处理的 赵明相东拉吸扯了一阵之后 等许敏深脑袋转晕了 才说出打这个电话的真实目的 许敏深一听到贺连这个字 浑身打了一个机灵 难道贺连和县委书记的秘书是亲戚吗 这下糟了 如果贺连真的是欺负弱小 好用斗狠也还罢了 可是这些东西都是莫须有的 这个赵明 我对这件事情还不是很了解 我立即 马上赵可以一个重大会议 重新研究此事 了解事情始末之后 再跟赵明叔汇报一下 怎么样 他信誓旦旦的道 一边说着话 一边在猛擦着冷汗 心里却不停的咒骂着贺旭云等人 赵明相冷冷的哼了一声之后 挂了电话 叹了一口气 将视线落在桌前的材料上 摇了摇头 翻开材料 继续撰写材料 没有多长时间 大约不到一个小时吧 便接到许敏申的电话 赵明 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这个做出让贺连同学退学的 是政教处主任和四年级一班班主任 贺旭云两个人私下商量的结果 并没有知会学校 贺连同学随时都可以回到学校上课 我们已经对政教处主任和贺旭云老师做了相关处理 请赵明放心 都到这个时候了 竟然还不知悔改 不可饶恕 许敏申模糊的话语惹得赵明相一阵火气上涌 一个小学的校长竟然不将自己这个县委书记秘书放在眼里 这多少使得赵明相认为自己的权威受到的挑战 徐校长 一个政教处主任和一个班主任 肆意可以让一个学生退学吗 学校对这件事情竟然一无所知 是不是你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傀儡啊 我很怀疑你的领导能力啊 我还有份材料要写 没其他事情了吧 啊 一句很怀疑你的领导能力的话 使得徐敏申惊叫出声 他明白这句话的背后是什么意思 自己的前途很有可能就此玩完了 诶 赵明 等等 还有点情况向您反应 可是还没有等他说完 电话那头已经传来嘟嘟的盲音 徐敏申一下子摊坐在椅子上 赵明相放下电话进了李坚办公室 向林景洪汇报刚才的事情 书记 要不要让教育局的同志跟进一下 这也太不像话了 学校是个教书育人的地方 却为了功力 肆意挥霍一个学生的前途 赵明相也是从学校出来的 对这些事情 之前就深感深恶痛绝 只是那时候的他 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些而已 现在有了一丁点的能力 心里头蠢蠢欲动了 林景洪挥了一下手 算了 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 站在我目前这样的位置 有些事情还根本无能为力 只有站得更高了 才能影响更多的事情 才能改变一些人的想法 说完暗自叹了一口气 现在的社会不只是学校 哪个部门哪个单位 又不是功力心太重了 下班之后 林景洪回到天润园 还没进门 便在门口意外地 听到了丫头的笑声 她的脸上 顿时浮现出了一丝笑容 推门进去 果然丫头三人已经回来 大包小包的还放在一边 显然也是刚到没有多久 将公文包交给秋月 换过拖鞋 来到丫头身边坐下 不声不响地走 又不声不响地回来 形成这么秘密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见不得光啊 你还说 我们不在才几天 你就把贺连给学校退学了 如果再晚几天回来 说不定贺连整个人 都给你弄丢了呢 丫头一脸严肃地说完 然后咯咯直笑 林景洪倒没有想到 小贺连也会告状 她转头看了一眼 见她撅着嘴 一脸不爽的样子 只得苦笑一声 没你说得那么严重 她明天就可以回学校上课了 我已经狠狠批评了一顿 城关实验小学的校长 还没等她说完 只见丫头三人 一脸高深莫测的笑意 林景洪愣了愣祈祷 怎么 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哥 说谎不会脸红了哟 好像你没有打过电话吧 丫头慢条思理地道 林景洪这一下真的惊讶了 三个人难道 游一趟江南就能成半仙吗 连自己没打电话都知道 这也太恐怖了吧 林景洪斜斜地想着 梁九才善善一笑 反正差不多 我是让明相打的电话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的 丫头嬉戏一笑 问道 见林景洪点头 她才得意不已 说出了事情原委 原来他们回到新康县后 没有先到天润园 而直接去了城关实验小学 想顺道接回小赫连 谁知竟被告知 小赫连已经退学了 三个女人大齐 便直接去了校长室 正好赵明相打电话来 林景洪恍然点头笑道 哦 原来是这样 还以为你们去了一趟江南 都变成了半仙呢 吓了我一跳 她说着 还故意拍了一下胸膛 丫头等人抿嘴而笑 秋月和宋青青两人 去厨房准备晚饭 林景洪和丫头聊了几句闲话 丫头突然道 这次去江南碰到她了 她听好的 她托我带一封信给你 她说着拿过自己的昆包 拿出一封信递给她 信封保存完好 显然没有拆过 林景洪并没有接过信 双目凝视着丫头 心中涌起一丝莫名的悸动 鼻子发酸 良久她再轻声说了一句 对不起丫头 底下的话没说下去 她也说不下去 她真的可以不去想沈缘吗 好像做不到吧 承诺太多 身上的压力也就越大 对人对己都是一样 丫头揉声一笑 哥 你应该向她说对不起 而不是我 说完 说完将那封信放在林景洪的怀里 介不介意一起看啊 说完 哥哥哥一笑起身离开了客厅 林景洪默然觉得她的身形好像有些孤单 她暗自闷心自问 自己对不起的到底是谁 周心仪出了客厅 在后花园的石椅上坐下 悠悠叹了一口气 难难的道 这世界上真的有不吃醋的女人吗 为什么我做不到 心里总是酸酸的 她想得入神 突然感觉自己身体被人拥入怀中 刚想挣扎 却闻到那种熟悉的男人气息 她顺势依偎在她的怀里 心里有丝甜蜜 原来自己真的这么容易满足 一个无言的拥抱 就能将那丝酸酸的感觉 抛到九霄云外 在想什么呀 林景洪悠悠地问道 胡思乱想呢 丫头扑斥一笑 哥 你不想看看那封信吗 你都好久没有跟她联系了呢 林景洪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捏了一下她的翘鼻 先安慰一下老婆再说 后天要去一趟市里上培训班 最后一堂课 培训任务也算是功德圆满了 之后呢 就要回燕京准备婚礼 十几天的时间 希望新康县 到时候没有了我这个山带网 而是乱成一锅粥 要不我们吃点去燕京 早点回来 反正也没我们什么事情 他们都会安排好的吗 要见那么多人 好无聊呢 还不如待在新康县好 丫头没有追问那封信的问题 柔顺地问道 她也不怎么喜欢 待在燕京时间太久 恐怕不行啊 林景洪摇头叹道 林书记 这是关于加强新康县 党委党风建设和纪律建设的文件 请您过目 县委书记办公室 林景洪一大早来 便见徐敏在等自己到来 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林景洪进了办公室坐下 示意徐敏也坐下 等赵明相泡过茶掩门出去之后 徐敏将文件递给林景洪到 然后悠闲地端着茶 敏了一口 脸上表情虽然悠闲 但心里却有些紧张 毫无疑问 这是一份试探性的文件 旨在观察林景洪 对自己插手司法部门的容忍底线 林景洪面无表情地看完整份文件 轻轻地合上 双手在桌上 轻轻有节奏地敲着 每敲一下 徐敏的心便强力跳动一下 两久林景洪才悠然道 徐敏同志 重病虚下猛药啊 这份关于党风建设和纪律建设的文件 虽然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按照这份文件 显然难以达到真正的目的 我下周要到燕京办点事情 估计要半个月左右时间 我希望徐敏同志现在回去 重新考虑一下这件事情 在下午下班前 另外拟出一个方案来 好吧 徐敏一愣 这个方案力度还不够大吗 林景洪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 但他听说林景洪要去燕京半个月左右 心中微微一喜 不管怎么说 这半个月的时间足以干很多事情 徐敏想到这儿随起身道 林书记 那我回去再思考完善一下 一定会在下午下班前 将文件交给林书记您过目 如果林书记没有别的事情 我先回去了 等徐敏离开 赵明相进来道 林书记 昨天下午下班以后 城关实验小学的许校长 亲自到我家里去 表示要严肃处理 贺旭远和政教处主任等相关人员 徐敏申离开不久 有两对中年夫妇有来求情 表示管教孩子不利 以致发生那样的误会 他们表示 让子女离开城关实验小学 到其他学校就读 在临走之前 他们留下一笔钱 说是要给小贺连押金 哦 既然芙卵并且愿意让他们的子女 离开城关实验小学 那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至于钱嘛 还给他们 无所谓压不压惊 这些人呢 认为自己有几个钱 便可以胡作非为 不把别人当人看 给他们一个教训也好 贺连这个小孩子 也太闲静了 还和他们在同一个班 难免要吃亏 林景洪哈哈一笑 她说着 想起贺连被两个男孩子拉住手时 竟然抬脚踹人的下体 也不知道这么流氓的招式 她是从哪儿学来的 赵明相自然不知道林景洪在笑什么 她见林景洪没有别的吩咐 所以点了一下头 缓缓退出去 关上门 下午两点钟左右 徐勉再一次拿着一份文件 进了林景洪办公室 两份文件虽然都出自徐勉之手 但两者相差十万八千里 林景洪看了第二份文件 才点了点头 按道 这才是徐勉的真正意图吧 看来徐勉骨子里 还真是一个嚣张的家伙 之前都是装出来的 通过这份文件可以明白 徐勉旗帜不小 他绝对不会 只想要司法这一块 就会罢首 既然徐勉想要司法这一块 林景洪没有道理不支持 他让徐勉管司法 本就是让徐勉和梁军两个人斗的 坐山观虎斗 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当然 前提是这两条虎 不会伤及到自己 如果在坐山观虎斗的过程中 两条老虎斗着斗着 突然同时转过身来 攻向自己 那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有没有这种可能发生 林景洪可不敢保证 因此 他在定下那条驱狼吞虎之计时 便已有了完全打算 林景洪点了点头 好 很好嘛 这才像是出自一个 善于抓挡箭的人之手 徐勉同志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 新康县的挡箭问题 有你在 我就放心了 徐勉没有想到林景洪 会对自己这份充满野心的文件 这么赞赏有加 闹得他杖二金刚 摸不着头脑 但见林景洪抬手看表 便起身告辞 离开了县委书记办公室 下午三点钟左右 林景洪在办公室分别于 县长张伯 常务副县长陈然 县委组织部部长陈立文 县委秘书长刘建良 高新区党委书记罗飞 新康县公安局局长马晨等一干人员 秘密谈话 谈话时间长短不一 早已过了下班时间 甚至天色已经微微擦黑 马晨才从林景洪办公室里出来 过了不久 林景洪也从办公室出来 向等在外面的赵明相道 走吧 一起吃个饭 有些话要对你们两个说 赵明相不知道林景洪还邀请了谁 等到楼下 看得周猛才明白 一行三人 坐着红旗明氏 离开了县委大楼 前往秋月宫 在林景洪离开之后不久 徐勉也从他自己办公室出来 和他一起的是新康县公安局 陆志勤副局长 徐副书记 这件事情真的没关系吗 我都已经担心两天了 真的不要向林书记监讨工作 陆志勤跟在徐勉的身后 小心翼翼地道 陆志勤收了前民妇一点点好处 派了两个民警跟着前民妇 去城关实验小学抓林景洪 却不想两个民警认出林景洪是县委书记 哪还敢动手 干巴巴地骂了一顿前民妇 并且回去跟陆志勤说起这件事情 陆志勤文言肠子都毁清了 忙将得到的好处还给前民妇 想从这件事情上摘出来 但这两天总是睡不安稳 老是梦到自己被免去县公安局副局长的噩梦 徐勉找上他的时候 他含糊地说自己得罪了县委书记 让徐勉给他想个办法 不过他说话时还留了个心眼 并没有说出事情的经过 徐勉暗自摇头不已 他在怀疑自己找上陆志勤合作 到底是不是个明智的选择 只是好像除了他陆志勤 还没有别的合作人选了 徐勉想要打开司法这一块的口子 内部必须要有人 这是不容质疑的事情 如果没有人配合自己工作 那自己又如何夺权呢 俗话说得好啊 最坚固的堡垒要从内部攻破 志勤同志 你有些太过于启人忧天了 林书记是什么人呢 他是新康县的县委书记 是全县的父母官 他要管的事情忙都忙不过来 你看他为了工作到现在才下班 他会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放在心上吗 徐勉为了说服陆志勤 只得再磨嘴皮子 陆志勤想了一下 觉得虚勉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再说都两天过去了 还没有事情发生 说不定林书记还真的没有将这些小事情放在心上吧 林景洪三个人在秋月宫吃过晚饭 他向赵明相和周蒙两人交代自己 要去燕京一段时间 让赵明相密切注视谭州市和新康县官场的动向 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这些他即使不吩咐 赵明相也会这么做的 林景洪关键是要摆这个态势 吃完饭 让周蒙开车 先送赵明相回家 等车上只有两个人的时候 林景洪才向周蒙道 陈志勤一家已经全部到香港安顿好了 吕涛他们三人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但是这么多天过去 狗大一家还没有一点消息 我想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变故 我看在我离开燕京之后 你也请假一段时间去看看他们 好吧 我看在我离开 是否会不会有什么变故 那这就是这些给大家找到